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今天我们先带来几则快讯 首先是近期备受瞩目的AMD 今天下午AMD还带来了全新的显卡产品 我相信是令全球的硬件玩家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 那么在发布显卡之前 本周二AMD斥资350亿美元 收购了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对手赛琳斯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 其实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是有增无减的 AMD的股价更是节节攀升 这次的收购更是体现出半导体行业一种整合的趋势 对于AMD来说 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 AMD方面表示 从财务方面来讲 这笔交易一旦完成 将能立即改善公司的利润率 利润和现金生成的能力 此举还能够有助于AMD在未来几年实现 年度收入增长20%的目标 两家公司都表示 合并之后的公司将拥有约13000名工程师 AMD的CEO苏兹峰将继续担任合并之后公司的CEO 而赛林斯的CEO彭明博则将成为AMD的总裁 负责赛林斯业务 彭明博在职业生涯早期也曾在AMD任职 而另一则消息则来自于欧洲 爱立信在周三表示 这一家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将在伦敦 爱丁堡 贝尔法斯特 加德福和其他英国主要城市部署 该公司的5G网络 爱立信表示 将对英国电信现有的2G和4G 无限接入网络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 英国电信公司在7月份接到政府命令 要求他们在2027年之前将华为设备 从其英国5G网络中移除 第三条简讯则是来自微软 微软本周估计 新冠疫情时期的云计算服务 电子游戏和电脑需求的激增 将至少会在今年的剩余时间继续持续 而这些需求的激增帮助 微软在第一财季取得了非常良好的表现 第一财季销售额增长了12% 达到了372亿美元 同期实现净利润139亿美元 截至9月的这个财季 该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下面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 来说到一种互联网接入的服务 星链 Starlink 星链是太空服务公司SpaceX 计划推出的一项通过境地轨道卫星群 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变形卫星终端接收器被设计成可以自动配置 并锁定天上的星链卫星 现在星链已经与稍早祭出了第一波的公测邀请 对象主要是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附近 偏远地区的美国公民 依照社交网络上目前的交流反馈 这第一波送出的这些公测邀请的具体地区 主要分布于美国的华盛顿州 爱达河州 蒙大拿州 明尼苏达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这些如果你看地图 你会发现这些州 全部集中于美加边境一条带状的区域 最南不低于北纬45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星链轨道的特性 让星链的卫星在南北纬50度附近的密度最高 因此只需要较少的发射数 就能启用星链的服务 当然理论上边境另一侧的加拿大 应该也能享受到这一个公测中的服务 但是SpaceX在加拿大当地申请相关执照的进度 较为缓慢 因此就由美国这一边先开放公测了 受邀的民众会收到由SpaceX寄出的邀请信 在信中SpaceX称此为总比没有好 一方面是表明星链系统主要是为了 乡间或郊区那些偏远地区的用户上网需求着想 这些地区的民众通常只有极慢的拨号上网网络 或者是超贵的卫星网络 这个卫星网络和我们提到的卫星群的网络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这个公测的名字的用意也是想稍微降低一下适用者的期待 毕竟目前这个公测也只是极有限的 SpaceX提醒适用者在初期 这个连接的网络速度可能会在50Mbps到150Mbps之间波动 延迟也大约会在20Mbps至40Mbps之间 并且SpaceX也无法保证在卫星和卫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断网 不过随着卫星群的逐渐完善 SpaceX预计网速延迟和稳定性都会逐步提升 他们的目标是在2021年夏天将整个系统的延迟降低到16至19Mbps 这里还要说到这一波公测中最重要的价格 SpaceX将星链设定在99美元一个月 目前来看这个套餐并没有限速或者限流量的提醒 不过要在这次的公测中使用星链这个系统 除了这个月费你还要再加上 Starlink终端通讯的那个叠形天线和路由器的一次性费用 这个费用是499美元 一起加起来这就不便宜了 这个叠形的貌似UFO的终端通讯天线操作是很简单的 普通用户只要插上插座指向天空就可以立即使用 根本不需要阅读任何说明书 终端也是带电动机的 全自动调节接收角度可以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信号 要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上网 你能有的选择实在是不多 如果Starlink的这个系统 只能提供他们所答应的网络连接的速度的话 就算是初期的速度和延迟都并不如意 但也已经是偏远地区 民众梦寐以求的了 毕竟有网和没网你选择哪个 美国目前仍然有大量的人群存在用网困难的问题 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019年统计的数据 仍有21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宽带连接 在全世界仍有近30亿人口不能连接到网络 不过反过来说 这也体现了新链Starlink的市场策略 就是他不在城市中与有限宽带进行竞争 长远来看Starlink的目标是向那些偏远地区 郊区 全球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航海应用发展 这种可能性更大 目前根据社交网络上的反馈 已经有登记Starlink适用的用户进行反馈 他们已经收到提醒 他们的Starlink的硬件已经寄出在路上了 看来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就能看到这些用户实测的数据和使用体验了 至今为止呢 人类发射的全部卫星总数不过四五千多颗 但是在SpaceX公司呢 这个马斯克在2015年首次提出星链计划 他的当时是想向太空发射1.2万颗卫星组成星链卫星 对地面提供互联网服务 在2019年的5月SpaceX发射了第一批的星链卫星 之后SpaceX将原计划的卫星总量由1.2万颗增加到4.2万颗 同时呢SpaceX也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卫星申请 也就是说SpaceX计划发射的通信卫星数量 将远远超过人类已经发射的卫星总数 这么多的卫星围绕着地球 卫星的反光造成的污染也引起了更多的争议 不过SpaceX发射的卫星一直在改进 在今年6月3日发射之后的卫星都带有遮光板 这种遮光板可以自动翻转角度 用来防止卫星底盘天线反光造成的光污染 SpaceX表示 他们还会和各大天文观测站密切合作 最大程度降低观测的污染问题 至于实际的效果如何 我们还得等一等 除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网络卫星群市场也有其他的竞争者 亚马逊也有低轨道网络卫星的计划 正在进行当中 这个被叫做Kyper的卫星群项目 未来将发射多达3236枚卫星 来覆盖全球95%的人口 Kyper卫星群将分成三个不同的高度 分别是590公里高度的784枚 610公里高度的1296枚 以及630公里高度的1156枚 所有的卫星都在北纬56度 与南纬56度之间 目前Kyper项目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不过亚马逊的优势和SpaceX一样 亚马逊也有他们的火箭发射服务 名字叫Blue Origin Blue Origin可以协助Kyper项目发射卫星 让发射的风险大为降低 不过相较于SpaceX现有的火箭 亚马逊的火箭发射服务Blue Origin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一个阶段 想要看到它的这个建制完成 恐怕还要再过几年才行 另外在星链卫星群网络 Starlink众多的竞争对手当中 唯一有着不错进度的OneWeb 很不幸的是早早申请破产保护了 OneWeb希望能再进行债务重整之后 将公司出售 目前OneWeb系统第一阶段 是由648枚卫星所组成 每一枚大约重150公斤 而且本来他们还准备在未来增添2000枚 来加强他们的卫星群网络服务 但是目前为止 OneWeb仅发射了74枚卫星 虽然OneWeb已经发射了几十枚卫星 在新一代的低轨道卫星网络系统中 是仅次于SpaceX的 但是这离商用所需的数字 还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为了完成卫星群 OneWeb一直以来都在和投资者洽谈 但终究不敌当下的新冠疫情 与随之而来的股市崩盘 很多想收购的买家都纷纷收手了 不过今年7月OneWeb表示 英国政府与印度移动网络运营商Barty Global 将分别提供5亿美元 总计10亿美元收购该公司的股份 帮助公司重启业务 就在昨天10月27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批准了将OneWeb出售给英国政府 和印度的这一家移动网络运营商 在公开的公告中 FCC宣布已批准OneWeb的 卫星和地面站许可证转让给新的所有者 因为OneWeb正试图 退出其第11章的破产程序 根据FCC的通知 英国政府和Barty Global 将分别拥有 重组后的OneWeb 42.2%的股份 在第11章提交之前 软银是OneWeb的主要投资者 将拥有12.3%的股份 在提交11章之后 软银拥有OneWeb 37.41%的股份 OneWeb计划在12月恢复其卫星的发射 我们翻了一下今年的统计 今年到目前 OneWeb只有过两次发射 而整个来看 OneWeb的卫星群计划 累计也只有三次的成功发射 它上一次的卫星发射 还在今年的3月23日 当时OneWeb有34颗卫星搭载 联盟号运载火箭 从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瓦尔航天发射上 成功发射 相比较之下 Starlink星链的进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就在前几天 10月24号 SpaceX将第15匹 约60颗Starlink卫星 发射到了地球轨道 这批卫星是从佛罗里达州的 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的 40号航天发射场发射的 目前为止 SpaceX已经发射了 大约900颗Starlink卫星 他们计划是每月至少发射120颗新卫星 以实现为整个世界提供负担得起的 高速互联网的目标 不过也有一些对这个目标 表示担忧和怀疑的声音 根据天文学家乔纳森 麦克·道威尔的说法 到现在为止 大约有3%的Starlink星链卫星已经失效了 尽管这个失效的概率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如此庞大的卫星群 可能会造成太空大量的垃圾 这也可能危及其他的卫星 甚至宇航员 好了 今天我们的闲聊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还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